巴西方面的米蘭達 獎場比賽就是 看看高斯華做隊長 泰迪一直都是用一顆隊長的 一顆圓仔 現場其實兩邊的球員 都是在宣讀 一個就是反歧視的宣言 剛才也提過 球證是塞爾維亞團隊 主裁判是馬錫 兩位的助理裁判 就是列斯迪 以及蒂祖職域 至於第四官員 就是來自美國 就是馬勒科爾 馬勒科爾 其實也是 有做主裁判 難道可以說 今次的世界日報 馬勒科爾的曝光都不低 美國這次好像唯一 好像唯一的 有兩個出席 是 有些是機界 有些是街界 是國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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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聽到現場的 國安員 就是正式 理夫本 兩隊的球員 國球場 這個球場 屬於卡山路幫的主場 也是歐足聯的四星球場 而且這裡擁有 全歐洲的最大 外場屏幕 這裡舉辦過 一、三年的 這個亞季大學生運動會 的開放幕式 而其實在一年的時候 就是為了舉辦 這個游泳細感賽 就是可以建成一個 游泳場館 相當厲害 其實現在很多場館 都有些多功能性 比如說 阿瑟特的舞會 李爾 那個球場 才有錢提過 現在正在打 正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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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藍牌國家聯賽 或者世界藍牌聯賽的大決賽 這個時間 都可以聽聽兩句國歌 首先就是 巴西的國歌 歌聲 非常好 心聲 但 連主 氣 都可以 很快 見 說 沒 まあ 沒有 你 在哪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